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就不读啦 我们就讲故事给你听 听故事好啊,我们都喜欢听故事 参摩尔记上第一章 参摩尔记上第一章,那么就告诉我们 参摩尔他是怎么样出生的 那么他在出生之前,就是还没有生下来之前 他的妈妈面对怎么样的事情 那么就看这个妈妈的心,或者一个很想做妈妈的心 所以,《圣经之家》的记载 第一章,1 Samuel 1 第一章那边,他说 尼巴连山地的拉玛索菲 有一个尼巴连人,名叫尼迪迦 是俗佛的前孙,托夫的正孙,尼迪夫的孙子 耶罗汉的儿子 哇,这谁的,谁的,谁的,谁的孩子 这个对我们有什么? 但是对犹太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有两个妻子 一个叫哈娜,一个叫比尼娜 比尼娜有儿女,哈娜却没有儿女 这个人每年都从本城上了世罗 敬拜祭吉万君之耶罗 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 和黄尼菲尼哈当耶罗的祭司 以利加拿每逢陷去的日子 将基罗分给他的妻比尼娜和比尼娜所生的儿子 却给哈娜的全是双份 因为他爱哈娜 无奈耶罗汉不使哈娜声音 听清楚吗? 无奈耶罗汉不使哈娜声音 比尼娜记耶罗汉不使哈娜声音 就坐他的对头 大大的激动他 要使他身强 每天上次到耶罗汉店的时候 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的给哈娜 比尼娜认识惹动他 以致他哭泣 不吃饭 他站住以利加拿对他说 哈娜 你为什么哭泣 为了不吃饭呢? 为了心里愁烦呢? 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吧 当他在斯罗汉和娃呢 哈娜就站起来 即使以利在耶罗汉店的门 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 哈娜心里愁烦 就通通哭泣 祈祷耶罗 许愿说 万军之耶罗 愿你吹骨 于你的母亲 眷恋不忘于你 是我一个儿子 提琴说 是我一个儿子 我必使他终生归耶罗 不用剃头 刀剃他的头 哈娜在耶罗面前 无助地祈祷 以利定睛看他的嘴 原来他的心中 末道只是嘴唇 直动嘴唇不出声音 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 以利对他说 你要醉到几时呢 你不应该喝酒 哈娜回答说 主啊 不是这样 我是心里愁苦的仆人 我祈求的浓情都没有喝 但在烟花面前 惊心突一 不要叫于你 看作不震惊的女人子 我因被人激动 愁不太多 所以祈求到如今 你说 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 愿你设列是上帝 迎真理向他守情的 哈娜说 愿彼你在你面前蒙人 于是夫人走去吃饭 面上再不带醋用了 至今到他们起来 在烟花面前敬拜 回到拉玛 到的家里 以利加拿河 去哈娜同房 耶娜眷顾哈娜 哈娜就怀孕 日期满足 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沙弩尔 说 这是我从耶娜那里取来的 于加拿河 那全家都上市罗区 要向耶娜现年纪 聘还所取的厌 哈娜却没有上去 对丈夫说 等孩子断了奶 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娜 使他永远住在哪里 听清楚啊 使他永远住在哪里 她丈夫于利加拿说 就随你的一行吧 可以等到儿子断了奶 但愿耶娜应验他的话 于是夫人在家里 牧养孩子 直到断了奶 即断了奶 就把孩子带上市罗 到了耶娜的店 又带了三只公牛 一一发西面 一皮带酒 那时孩子很想 攒了一只公牛 就引孩子到以利的面前 夫人说 主啊 我敢在你面前请示 从前在你这里 占坐祈求耶娜的那夫人 救助 我请求 为要得恩 这孩子 耶娜将我所请的 赐给我了 所以 我将这孩子 归耶娜 使他终生归耶娜 于是 在哪里 敬拜耶娜 然后下来第二章 是耶娜的祷告 OK 他祷告了 然后 我要跳到一个地方 第二章 第21节 OK 他祷告完了 他祷告完了 他祈祷 说 愿耶娜 由这夫人再次给你奉医 代替你从耶娜 求来的孩子 他们就回本上去了 21节 耶娜 卷复哈纳 他就怀疑 生了三个儿子 两个女儿 那孩子在耶娜 面前 渐渐长大 因为上帝祝福他的话语 这里很简单的告诉我们一件事 OK 大概是跟你讲20分钟吧 Right 这样 20分钟 不胜有一家 OK 好 就简单的来说 这个妇人不甘愿她的命运的主题 我们华人是相信什么 我们华人 我们相信第一 我们相信什么 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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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第二我们相信什么 运 运气 第三我们相信什么 风水 风水 所以我们华人正经主的这个枷锁里面 我们被锁在里面 我们相信这个是命 所以我就认命吧 弟兄姐妹 你一认命 你就完了 因为你的命就是这样 因为如果你说我认命了 那么你就死了 你就永远就是这样 你觉得这个这个我取到他 我嫁给他 这个是我的命 我没有办法 那么你就完了 你永远就改变不到东西了 但是你愿意突破你的枷锁吗 如果不那些的事情 你说这个是我的运 我没有运气 我的运气不好 如果你既然这样认为 那么你的运气永远会好 你就尽量去尝试尝尝试 越运气越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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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来到西方说 没有办法 我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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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拿去风水师来你的家 风水师就告诉你 你要改变一个 要改变一个 要改变一个 你的大门不能够面对着那个路口 大门不能够面对路口 对不对 华人不敢买这样的物质 是不是 我偏偏喜欢这样的物质 我就跟他说 我杀他的家 hello 你敢杀他的家吗 杀他的家 然后买 人家说 那个是鬼户 每个人都怕不要买 连气质主也怕不要买 我告诉你 杀他的家跟他买 买了 然后起小组去你的家唱歌 祷告 敬拜 在那边祷告敬拜 告诉你 没有问题了 我住的地方就是这样 我住的地方 人家跟我说 你住的这个地方 几个年人家就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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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听到声音 有时候听到什么 我们去到 他去刷机大脸 会笨的 哇 这个地方不错 住 住了几年 住了大概五年 我的灵机就跟我的师母讲 他说 哇 你阿龙 你花了一条大 我师母就讲 你什么东西 他讲 他跟他说 他就讲 真的教哦 没有人住很久的 只有你们住了这么久 哇 法力够厉害 怎么够压下去了 这个妹妹 你是法力够厉害 还是耶稣够厉害 耶稣 跟你们说 耶稣厉害 耶稣厉害 鬼路人家都要买 所以现在知道了 你家里有很多鬼路 哈哈哈哈 把它买一下 如果以后你不敢买 你借我钱我买 算我 哈哈哈哈 所以弟兄们认为 我们不能够屈服于一命 二日 三风水 我们一定要突破 这个命的枷锁 或者命运的枷锁 或者是风水的枷锁 我们要全部把它铲掉 所以 阿们 耶稣 耶稣有人结婚吗 哈哈 我告诉你 我结婚的时候 我批批谁那个日子 哈哈 就是因为我妈妈不给而已 哈哈 为什么呢 因为你去restaurant 全部便宜 你穿信仰衣 全部便宜 我对你选 为什么 别人要啊 自己去全 他不是你的 就便宜给你 哈哈哈哈 任性的移书 都不敢了 哈哈 不敢 我看到你们 不可以跟非兴徒拍拖 我觉得很好 为什么 等一下才去看 才去看统书啊 哈哈 看统书 你去问华人 多少人看统书 没有以为了 哈哈 然后看多少人看统书 看了统书 哈哈 我自己的亲戚看统书 然后妈妈来找我的时候 我说 来这边做什么 来这个area 我说你这个area 有人讲这个看统书的 很厉害的 我给孩子结婚 我说你孩子结婚 你都看统书 有没有搞错 我不是来看很厉害的 哈哈哈哈 他说不是啦 是对方要的 我说哎哟 结果怎么样 结婚啊 看统书 算日子 哦 这个事要结婚 然后去结婚 结婚了一年以后就已婚 哈哈 我进去了 我摇头啊 我跟他讲 你看是不是看统书 统统完了 统统输了 哈哈 统统输了 统统输了 所以我们不要 我们一定要可恶 我们一定要说 我要断开这个一命 二命 三宗主的枷锁 他不能够在我身上 因为我有主 在我身上 我要突破他 怎么突破呢 哈娜 他要突破他的枷锁 因为圣经学员交代给我们说 耶和华死满不胜义 生孩子 是上帝的工作来的 弟兄姐妹 不能生孩子 就继续祷告 祷告了 祷告到你生孩子为止 你说没有吗 有 叫我叫阿罗沙 叫阿罗沙 叫阿罗沙最出名的就是 没有孩子啊 你去那边教育 哈哈哈哈 你去那边教育 很多都生孩子 真的啊 所以你刚刚在脸堂出名吗 专门做这家工作啦 你被这出名拍米了 拍饭拍米 下来不拍这个 拍我爸的孩子 你看孩子的 老公 老公 老公生 老公 老公 没有 我那里有几个孩子 我说我看到了 看到两个 我那老公 老公什么都没看到 我说他回去报告我 今天已经有两个孩子 哈娜没有孩子 但是他不肯相信输入他 我们说这是我的美 不 他不相信 他说我要出国 不要出国 所以他寻求上帝 他每年都去嘛 每天都去炒拜上帝 每天都去耶路上 有的人说 既然上帝不听我的祷告 不要去啦 去就没有用了 祷告什么 祷告是没有用的 越祷告越乱 我告诉你 越祷告越乱 你就要感谢上帝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祷告有火效吗 你说不是 祷告火效 祷告火效不是一祷告越好的吗 终于一祷告越乱 因为魔鬼才做工吗 魔鬼不做工哪里可以 你的祷告叫你老公信主 他就指望你老公跟你吵架 哎呦我不要祷告 我一祷告老公就打了 没有祷告就没有事 所以不敢祷告咯 那魔鬼才 打开水 他就怕了 哎呀谁怎么上帝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祷告啊 没有祷告啊 OK他没有祷告 大家休息 切开闭 OK全部切开闭啦 没有人离老公嘛 为什么 也没有人离你嘛 因为你没祷告嘛 但是我不相信这个家族 我相信圣灵的坏 我相信我圣灵会突破 没祷告圣灵就没有去真 一祷告圣灵就去挺真 没有祷告圣灵就没有问题 一祷告圣灵就大问题了 哎这个都很好啊 告诉你说上帝听那些祷告 我怕到药病 所以他不做不可以 你要吓一下你吓一下你 打一拳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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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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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流泪是好的 为什么上帝撞我的眼泪 他怎么样 他不相信他属于上帝 所以他开始走一步 越来越近近上帝 我们人生如果愿意划一步 我们属于的生命 我们可能划两个大步 当这个美国把这个火箭射上月球的时候 那个太空人 射到月球 哇 走一步 我起开心知道吗 然后他讲一句话 我在太空走一步 美国的历史 在地上走了一大步 怎么样 因为我建设社上月球 终于成功降落在月球那边 所以美国的这个历史 就跨了一个大步 所以他们开始做回信 开始做这些 开始做这些 已经跨了一个大步 所以为什么马来西亚 上面的回信上去 基本上也是要做这样的意思 要马来西亚要跨出一个大步 所以他就赶紧跨一步 就算你每一步 可以一小 可以一大步 所以你要做什么 你要祷告多一点 祷告会来啦 我不知道你们祷告会多少人来 祷告会来的好像通常都有问题的 没问题的都没来 来祷告 祷告问题好了 就跟上帝说上帝 另外应修为他解说要给他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不顺 就是要当他祷告上帝给他们多多问题 多多 就卡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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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我朋友讲 你再不来 我们祷告上帝给他问题了 什么 因为他没有问题了 哎呀 我不会应修那么紧 我应修给他 所以说上帝不要给他应修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会不敢跟我讲 上帝祝福我祝福了 我太厉害我没有时间来教会 我就跟他说这样好 然后我叫上帝回去 拿给你以前的那个样子 不要不要 哎不是不要这样 哈哈哈哈 真的啊 我应该会有的 我会有的丈夫啊 我骂他老婆啊 他没有清楚啊 骂他老婆 来小主 来主 来主 来主主 我都知道 在我小主外面 我在家里小主 他在外面站 骂他老婆 骂他老婆 小主完了 我说啊 请进来坐 你赚多少钱 我赚 这些钱 你要算一家里的钱 咳咳咳咳 你还要接力 挑战啊 只要上帝给你好不好 咳咳咳咳 他表现曖昧 要唱咖哭 咳咳 不是很 不是 是穷人来的 穷人上百块 是很大的书母 你知道吗 照照表面 上帝 他也没也没 叫上帝 哈哈哈哈 我以耶稣的领报告 上帝 好 但要简单 不要讲多多 上帝你是天上的水 我想一下的人 哈哈哈哈 不是 哈哈哈哈 为什么 小块 要顾手扎 还小顾 怎么样 追着我呢 下个月 他就看到钱了 三百块 第二个月 就三百块 第三个月 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了 他眼睛就大了 有一天他跟他老婆吵架 还有谁说 就跟他老婆吵架 然后骂耶稣 你的耶稣 哦 我我今天那天回来 牧师的朋友 而且外面他也骂耶稣 我去好家 唉 我认为女妇跟女妇拥驰 死了我来什么什么 不过我也听说 也把耶稣也骂进去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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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不会哀死了 都能有离家人 你扇宝骇了 不是 我们都会认为耶稣 我可以扇宝骇了 不要乱乱的 弟兄姐妹 你如果愿意跨一小步 再走一小步 你会发现了 你的人生会跨 是你想象不到的 所以才有这个经文嘛 以佛所书第三章二十节嘛 讲过 使人能够照须运行 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匆匆注注识一件超过 我们 所求 所想 不要啦 等下听不懂了 那搞刚就没有了 因为你们要所求嘛 开始祝我啊 我们的政府都就 不要紧啊 是这样吗 你说没有 你不要祷告就是你讲的嘛 有没有东西不用讲的 你不要祷告就是他下第一是他的事 我是我的事 我中一钱啊 以后不用给我一钱 不是吧 所以我们要真诚的 我们要在人世里面再走一步 没有信耶稣的 在外面看教会 是看了乱七八糟的 你知道吗 甚至以前在中国的时候 看教会啊 他讲主啊 教会是吃人的肉啊 喝人的血的 不要猜到人啊 很可怕啊 这一群人 你们有没有吃人的肉 喝人的血 讲一下有没有 没有 讲变话啊 你们啊 都没有 没有 每个月女生猜过 这是耶稣的这皮 这是耶稣的血 哈哈哈哈 是不是吃人的肉 喝人的血 是不是 你说还没有啊 哇 你们很厉害哦 就是吃耶稣的肉 喝耶稣的血嘛 但是是真的 是切他肉来吃的吗 不是嘛 所以你在外面 你有信耶稣的 就在外面看教会 看他朦朦朦朦 吃人的肉 喝人的这样 进来说 哇原来是这样 我是跟他立约的啊 所以他这个这个身体 为我破碎 然后他说 因他的心法我得到平安 因他的变善 我得到逼致 所以吃这一个 哇 真正性的 哇 我的身体得到逼致 我有平安在我里头 哇 这个是这个杯 是他的血 说了一个心愿 今天没有 今天这人 李娜比较多啊 哈哈哈 对 他不会做的 哇 今天这么甜的 哈哈哈 有时候做 有时候特别的日子 然后就 就买 买这个葡萄酒 嘶 就 哇 就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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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所以 那就是血 我要因他的血 我就去得到自己 所以我们就进来教会 我们是开一次看教会 哦 原来是不一样的 我们有时候正常的时候 我们对上帝的经历开始 上帝给我们的经历 我们知道 哇 我不再是个巨人 但是没有信念出道 就在外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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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耶稣的 像我妈妈 那是耶稣的时候 跟我讲一句话 我听到你教会 他教会 他教会 十分钱的 10% 你教会 你10% 他教会 他教会 给他一周 他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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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讲谎言 有人讲教会不要讲谎言 有一个朋友来跟我争 我说有个讲谎言 你既没有讲谎言就教会了 所以没有了我教会了 我们到高会讲谎言大概讲一个小时 唱歌唱歌 主日大概五分钟 人家说我下班就信义书的 开始我也是 只有一个见证 给我一个突破 讲谎言 会以前祷告 我妈妈就来 那天她忘记拿手家里的锁石 我没有住过妈妈 但是我过去我家里的锁石 我妈妈就那天忘记拿锁石 就来教会找我 一进来机会还没有开始 既然就当我在台上 她就请我把你坐在旁边 然后在台上 我们在那里停 看 停 看 然后时间到了 我们是晚餐机会了 8点之前 就祷告 祷告了 哎 妈妈你看 我就是这样子 哎你干什么奥锁石 我给她那时候回来 走出去 然后她就跟我讲 阿弦啊 有阿弦啊 大家说他没挂啊 谁啊我把你挂掉 川上 他们喜欢 伟rea 爸爸 toolbox 你写给我 不要连 快на 你越听你的 mixes 我越舒服 我说妈妈我不会写啊 菲菲菲菇 阿弦 如果说他不会写 下一条 我现在有二边讲 一边写来 负争 负 让 你讲起来 都要告诉我事情 在家里面讲道言不要紧 会吓到人吗 那那边会吓到人 有时候会吓到 那无所谓嘛 吓到他就会马上 啊 心脏跟爸爸死了 他就会有 那都是那些东西啊 很紧实哦 这天上的烟漪来的 哇天上的烟漪你们也有啊 哈哈哈哈 这天上的烟漪啊 不是我和家里面看圣经啊 所以呢 你需要走一小步 对吗 因为你的小步 会看到一大步 如果中间还有人是变数的 刚来啊 你叫我进来教会 你看教会 哦原来是这样的 哈哈哈哈 这样是哦原来是这样的 酒让人家发现 哦原来教会也是人来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呃 你叫我那帮我山啊 我看教会是不同的 哎 但我信恩耶稣 我 我把麻烦放下 把那个葡萄全部烧掉 把我的那些衣服啊 那些那个布啊 全部啊 拿去烧掉 那时候也是笨笨的 傻傻的 傻人绝对是有傻福的 我相信对吧 而且 不要跟错人啊 一定要跟对的人 然后傻傻的去跟他 谁啊 就跟耶稣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不要傻傻跟他 他说人家答案做的 年约呢 对啊 啊 好啦我就傻傻跟了 哈哈哈哈 不是 是原谅人家 然后他叫你给十分之一 就给啦 他叫你做这个 就做啦 人家拿你利益 拿你利益 拿你利益 拿利益也给他啦 你是转两三条 一部的吗 哈哈哈哈 他要把他给他给他 揹揹一点 揹揹一点 没问题的 为什么 因为上面大多眼睛看的吗 哦他欺负你 ok 以后我恶不他一下 他就死了 哈哈哈哈 你想一下啊 天是他的 导作 第一是他的脚蹬 他只要那个鲁骨 你看他多么大 哈哈哈哈 你看这样这样 你去慢慢去想 这样的时候 你就发觉到 我在人生里面 我应该走一小步 为什么 因为我走那一步的时候 我就进入另外一个接近 我就看到一个 广播的一条路 我就看到上帝给我的 绝对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 我告诉你 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人生里面 有三辆车 大概几个月前 一两车不见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他说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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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我 哇 这我们的蚊子 我头顶卖头顶卖头顶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我说 哇 要感谢主 为什么 因为有的 他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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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不同的眼光看世界 怎么样 因为在每一个人当中 你需要 仍然有一个指望 他哪没有孩子 他没有 所以圣经说 因为我要知道不顺义 然后别人啊 激动他 欺负他 去叫他 你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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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啊 激动 我恨得不得了 他年年祷告 年年没有答案 但是他仍然 在没有的当中 愿意拥有那个指望 跟上帝说 给我一个孩子 给我一个孩子 我终生把这个孩子回给你 所以在没有的当中 要依然拥有指望 然后跟上帝说 上帝我绝对 这个时候我跟你第一个约 你给我孩子 我终生不剃他的头 今天就成为很干涉 很干涉不剃头啦 我们华人一出生满夜 就要剃头 为什么要剃头 请问 为什么要剃头 我不知道要剃这个 你也说梦里对 你没有突破那个枷锁 你没有突破那个船头 你不敢 为什么 因为你怕 这是你的宝贝 你不相信我上帝给你的 如果你突破那个船头 上帝会给你更好的 我上个四个孩子 我全部都没剃头 因为我否决这样的相信 我否决 说剃头可以更好 有的人就没有办法咯 所以 不然 你的宝贝 你身上的宝贝很干涉 所以 你不要 为什么现在 为什么一定要满夜才 你出生就剃了 车出来 剃头 你说 没有毛 不是 我看我姐姐的孩子 没有毛 只要改一宝贝 没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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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讲到会笑到肚子疼 来 回去找我听我讲到 所以 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突破 如果你不能够突破 你就差那 你在没有里面 你依然要有指望 你不要再说 我有了我才可以 不是 基本上你没有你才要给 哇 这个上帝不是很过分 上帝没有过分 我没有时间跟你讲太多的东西 我是告诉你 在没有的当中 你依然要有指望 最后一个很简单 但是不容易 简单的就是 上帝给了你 你要照着你讲的管理 他哪有了 一只养孩子养到断了 孩子几岁断了 大概几岁断了 孩子几岁断了 孩子几岁断了 还是这个 我们现在都没有喂人奶 对吧 其实喂人奶很高兴 我一直鼓励了才喂人奶 我还有十个熊吃人奶 只有那个双胞胎 就有两个 那个制造厂 太慢制造了 我还可以给他 会了 会了 一两个夜 然后就开始吃了 吃你了 不够 但是我的老大 吃到 喝到一岁半 喝到怀孕第二胎 医生讲 你怀孕了不可以给了 停 我的第二胎 也是吃吃吃到一年多 然后我医生讲 怀孕了不可以吃了 就停 我听我妈妈说 我姐姐到五岁的时候 还在喝 还在喝很难 当然是够了 我们讲几岁段来 三岁嘛 妈妈跟孩子生出来 养了几年 然后跟她说 我永远能够住在世界里面 容易吗 不容易的一件事 但是她在这边 她说 我愿意 因为这是上帝给我的 我突破我的一命 二运三风水 我已经有了 我要把这个还给上帝 还给上帝 上帝 上帝由于归给上帝的 不是归我的 上帝让我生了他 让我现在温养他 我断了 我把他还给上帝 整个生命就在这里彰显了 上帝的生命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 所以上帝是赐给的上帝 上帝是给的上帝 上帝是给的上帝 上帝把耶稣给的我们 你要像上帝吗 你再给这一方面 像一些的功夫 因为上帝是 献上的上帝 他把耶稣献上的 耶稣把自己献上 他在十字架的时候 他献上他自己 然后他说 是犯了 没有献上自己的人 就讲 阿拉玛 犀了 但是耶稣没有 一个献上自己的人 永远都说 舍没他 一个不能献上自己的 就猜猜说 我管了你 今次无事 这个是没有献上的生命 但是你愿意 在上帝的面前跟上帝说 上帝我愿意献上 我把自己的教练 在上帝的应许 愿意跟上帝说 主 我 相信 相信你的爱 我面对难题 我也相信你的爱 你不要离开我 我面对问题 我面对很难的问题 我相信你的应许 你告诉我 你把我放在你的手掌上去 你绝对我 你妈妈更好 那富人可能忘记 为他爱之难 但是上帝 你永远忘不了我 上帝想你 你想我的时候 都想你这盆祝福 这是他的应许 他说 求 就必得到 寻找 就必须先 扣门 就必得离开 你相信吗 这是他的应许 所以让每天跟上帝说 上帝多相信 我求你一刀 当你 阿们 阿们 我们站起来 来唱这诗歌